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Ki 今個星期又輪到我和大家主持科技新G 報道今個星期的一些重點科技新聞 在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如果未訂閱的話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可以按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首先和大家講幾段關於電話的新消息 第一則就是HTC之前預告將會推出的元宇宙電話終於免費 看來這部電話和之前發布的HTC元宇宙Winverse有莫大的關係 這部新機預載了不少Winverse的相關程式在裡面 包括建立虛擬分身 管理個人虛擬財產 利用儲存在WinFullet的數位資產 在WinFmarket買NFT 以及可以用來配對WinFull VR眼鏡等等 可見新機為用戶提供了HTC原創元宇宙平台的虛擬體驗 雖然有不少台灣網民認為 這部新機的配備並不是旗艦級 甚至比之前推出的U12 Plus落後 但作為一部中階手機 不單擁有不錯的基本功能 最重要就是它的價錢親民的情況下 可以擁有元宇宙的使用體驗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試一下 另一單是關於iPhone 沒錯 又是關於iPhone14的傳聞消息 都說越近9月就會越多流出消息了 今次的消息同樣來自一些外國出名的YouTuber 有人就爆料說iPhone14會用回A15 Bionic 而iPhone14 Pro和14 Pro Max會用全新的A16 而A16的CPU性能會比上代的A15提升42% GPU性能就會提升35% 而且可以更加節省電 更加說iPhone14 Pro會比上代iPhone13 Pro 多2小時10分鐘的續航力 至於另一個YouTuber 就預測iPhone14將會推出全新的同色 不過都是那句了 這些傳聞幾乎每年都會有 有多少是真 多少是假 就要等發佈會才知道 最後一單與電話有關的 就是Samsung的S22 Ultra 推出了全新的天藍色 感覺相當清新 其實S22 Ultra推出以來的口碑都不錯 特別是它的低光夜攝功能 加上今次新色都算推出得挺快 下一代S23應該都還有好一段時間才會推出 不知今次推出的新色又能否吸引到新用家呢 不過這個S22 Ultra的天藍色 暫時只有512GB版本 售價10798 以及在Samsung官網獨家發售 講起手提電話消息 其實除了電腦需要防護軟件的保護之外 其實手提電話都要 因為如果你一覺不覺意按錯了那些詐騙網站的連結的話 後果可以很嚴重 例如用這款PCC連Maximum Security 就可以一次過有多重保護 還對應Windows、Mac、Chromebook、Android、iOS等多個平台 電話都可以安裝 除了防毒之外 更加會偵測和封鎖惡意網站和一些假專頁 自動幫你過濾一些詐騙短訊 另外只要安裝它安心Pay的App 當你用電腦或者電話網購的時候 它就會即時幫你阻擋一些偷取你帳戶密碼 和信用卡資料的惡意攻擊 這款PCC連Maximum Security有多種購買方案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電話、Notebook、Desktop都想安裝防護程式 就記得選擇它這三個裝置的使用方案 以後無論你用電話或用電腦都不用害怕掉完網站 網購都安心一點 相信大家都有Netflix帳戶 相信大家都有Netflix帳戶 大家又覺得Netflix的收費合不合理呢? 的確網上也會有網民覺得Netflix稍為貴一點 所以Netflix官方正準備推出有廣告 而比較經濟的訂閱方案 其實之前Netflix聯合CEO已經證實了 Netflix是籌備一些有廣告的收費方案 這個有廣告的方案一定比現在的方案便宜 他們是想用來吸引一些想用更低價錢訂閱Netflix 而又肯看廣告的一些客戶 至於它具體的價錢暫時未有透露 不過CEO就說目標是在2022年的年底推出 而現在Netflix的訂閱方案基本上不會有什麼改變 只不過是給大家有多一個選擇 你們又會不會肯看廣告然後省點訂閱的錢呢? 不過Netflix總算是有聽顧客的意見 去作出服務的改善 有得選擇都未常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Sony在今個星期三舉行了發佈會 推出了三款Inzone的電競耳機系列 分別是H3、H7和H9 我們GadgetGang已經率先出片和大家深入評測和介紹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記得看看 現在就讓我簡單講一下它的特色和功能 H3是比較入門版的款式 而H7和H9就偏向專業一些 用H9耳機更有ANC降噪功能 比玩家更加投入在遊戲中 當連接電腦的時候 更加可以配合應用程式設定360度的空間音訊 令到聲音的定位更加立體 而APP都可以識別用家的耳朵 提供一個最好的立體音效 三款耳機的左邊其實都已經配上Microphone 而它的特別之處在於 如果你將Microphone向上推 就會自動調校成為正音 這樣就可以避免玩家忘記了關咪的尷尬情況 最後就講講大家都關心的價錢 Sony Inzone電競耳機系列 將會在今年的7月中發售 它的H3、H7、H9售價分別是799、1790 以及2590 任天堂在6月28日晚上 在YouTube舉行了發佈會 不過今次發佈的基本上都是第三方的遊戲 如果大家想玩任天堂自家的遊戲 就要再等等了 不過今次推出的遊戲其實都挺強大 挺吸引的 打頭陣的有Mohanrise 大型更新版Sunbreak 已經在今個星期推出 預計8月就會有第一波免費更新 會出現熊年爆倫龍 7月28日就會推出 Captain Velvet Meteor The Drumpus Dimensions 是一款簡單的戰棋遊戲 但是就有8個來自網絡漫畫平台 Drumpus的角色 包括現在超人器Spy Family的特務王昏 亦都有怪獸8號 夏日時光等等的角色 如果遲些有Alia參戰就好了 整個發佈會一共發佈了34款遊戲 當中有炸彈人的新作 Super Bomberman R2 上集大受好評 但足足等了5年才有新一集的 Mario 加瘋狂兔子 希望之星 Minecraft動作版 Minecraft Legends 最佳新內容的 尼爾自動人形完全版 用小偷兄妹做主角的勇者鬥惡龍 尋寶探險團 藍色眼帽與天空羅盤 各位Switch玩家 今年到明年都不怕沒有遊戲玩 日本人出名做機械人徑 最近都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就是日本重機大廠川崎 發佈了一部機械羊駝 在影片可以看到 這隻機械羊駝的頭上有一個 外形看起來很高分 而且四隻腳走起來 都相當穩陣和靈活 更有趣的是它還可以變形 四隻腳屈曲之後 還可以用四個輪行 而且速度還蠻快 當它遇上崎嶇的路段 就可以用四隻腳的模式行動 最厲害的是 這隻機械羊駝更可以負重100公斤 載人載貨理論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隻機械羊駝 多有型之餘都算是蠻實用 當它真正推出的時候 如果騎出街應該都不錯 最後提到大家一樣東西 怪奇物語 Stranger Things第四季下半部上架了 各位粉絲看了沒有 我自己個人仍未看 好想知道11和001的大戰 不過消息就說 其實要去到第五季才會是最後的打結局 所以相信都會有不少留美 不要說那麼多 我現在就要去播劇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訂閱啦 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繼續支持我們 如果有話想跟我們說的話 就記得要comment一下吧 好期待下次再和大家報道科技新知 拜拜